百聊史150周年系列 這次選擇一支新推出的CD介紹 Simon Reto 指揮倫敦交響樂團 浮視德的天顯 不但我聽完這支項目 才見到YouTube 有那場音樂會的片段 是樂團自己放上去的 我會把連繫在文字描述上 趁它還響起時會看看 同很多人一樣 我第一次認識這個曲目 是蘇提的凱卡錄音 那時候也是主要聽最有名的 匈牙利進行曲、妖精之舞、結尾、浮士德落地獄的墳機場面 最近才醒來,我在現場聽過這套作品 在2009年5月1日,在紐約Kennigy Hall 由Ratto指揮費城樂團 浮士德是Gregory Kundi Margaret Hitch是Makdalena Koschenna 梅菲斯特是剛剛來香港的Thomas Krasov 那時他仍在古典界 這套作品本身不是歌劇,而是寫來在音樂廳演出 分成四個部份,但沒有叫他們做音樂 好像想和歌劇劃清界線 不過近年也有不少歌劇院將他搬上舞台 最有名的製作可能就是電影導演Terry Gilliam 在英國國家歌劇院製作 另外今年6月法蘭克福歌劇院也會有Harry Kupfer製作 百寮士之前也有寫過歌劇 Benvenuto Cernini 我覺得用140年代的眼光 這套浮士德的天獻 的確不適合在歌劇院上演 例如第二部份 梅菲斯特用瞬間轉移 帶浮士德去來比石 那時的舞台技術如何轉勁呢? 而且百寮士這套作品的音樂 歌劇院樂團或合唱團都很難應付 不會是他們習慣的難度 所以歌劇這種形式對百寮士來說 挺綁手綁腳的 而且寫一出歌劇都不算最難 你是找歌劇院上演是一個很痛苦的過程 不過今時今日上演歌劇的環境 無論是在硬件和軟件都可以配合到 百寮士的音樂和劇情編排 更加顯得浮士德的天獻的前瞻性 除了我先前講的名曲之外 還有一些精彩場面或歌曲都值得欣賞 例如第二部份 Brander之歌 然後合唱團用這首歌唱了一首副歌 然後又有士兵合唱、學生合唱 然後兩首合唱一起 第三部份 Margot Hitch和浮士德的二重唱 浮士德還要唱上高音C-shop 這些歌曲我會在文次描述中寫出來 但我會特別推介第四部份 不要只聽浮士德落地獄 要重頭聽 先有Margaret Hitch的泳炭調 之後就有浮士德的泳炭調 即使我們都會叫這些泳炭調 但百寮士的手法都有一些微妙的分別 我會覺得已經超越了一首歌 而是變成一個戲劇場面 一來可以跟百寮士忠情的畫劇相比 二來可以看到百寮士年輕時寫的 琴塔塔 即是我們所謂的青唱劇 尤其是埃及以後之死 就會看到那個痕跡 如果你很喜歡《華格納》的話 我覺得百寮士這種寫法 會比一般法國歌劇更加令你有共鳴 現在講一講這個錄音 Samaretto是在2017-2018樂季 坐正倫敦交響樂團音樂總監這個位 跟柏林最後一季搭著 這次演出是他上任時一連串音樂會之一 唱佛士德的是Bryan E-mail 讀音不是黑毛 而是用法文讀的E-mail 但他是在這家頂尖的尾聲藍高音 但他的聲音都可以唱到比較重一點的質感 Margert Heath就是Karen Cargill 他遲些會來香港和凡志登唱馬立福活交響曲 他似乎唱音樂會多於唱歌劇 雖然說他是女中音 但他的高音都挺漂亮 而且可以落到幾低 所以也很適合白療士的音域那麼寬 梅菲斯特就是Christopher Perffs 去年他來過藝術節唱 德布西的Pélias et Méliçant的Golo 我是挺喜歡的 尤其是他的戲都挺有趣 我查回資料 他這個梅菲斯特 應該是臨時拉夫去代替Jerath Finney Perffs給我的感覺就太抽禮了 我不敢肯定是不是混音問題 我覺得獨唱的聲音太長 樂隊和合唱就好像推得有點後 而且我覺得Simon Retto太想樂隊 就得乾乾淨淨淨 反而就不夠熱血 沒什麼劇力感 例如騎馬那段 雖然原來那個跳功 是很清脆的 但總體的氣氛就不夠緊張 所以如果你聽慣蘇提版 應該會有點失望 匈牙利進行曲 就這樣聽會覺得很慢 但Rato好像想跟回樂譜 每分鐘88拍的速度 因為我最近密集了去聽白療士 我總是覺得他寫的拍子機速度 好像太過容易 好像是他想遷就當時樂手的技術 我覺得不應該全部跟 雖然我去年聽Gardiner指揮幻想交響曲 就發覺他很多時候不跟 就會令到音樂好聽得多 第二就是即使Rato跟回88拍 但他是做不回那個Makato 那種有力的接受感 所以不單止是有點慢 還是好像太過輕盈 好像悠悠閒閒跳舞 我也知道很多朋友 幾期待Rato9月大倫東交響 團來香港 我就稍微賠下冷稅 不只是因為這個錄音 因為去年9月我都在東京聽過 他們玩馬那第9 我覺得都是唐柏林差幾大段距離 如果我再看到一些近期的百寮士錄音 又可以順便介紹樂曲的話 我再錄影片和大家分享 如果喜歡這條影片 可以給我一個like 還未訂閱的可以訂閱 按鈴鐺 我再出新影片的時候 你就可以即時收到通知 也請大家繼續支持我 隔星期一出版的《信報》音樂專欄 以及隔星期四出版的《大公報》電影專欄 多謝收聽 拜拜